你有一方啊 三號 你後面那個三號 卡拉就好了 卡拉 足球教練吳啟明 帶領小朋友在球場上不斷練習 忍受辛苦與疲憊 讓他們連續兩年 樂樂足球比賽 榮獲嘉義縣冠軍 因為想說 想要尋求一些不一樣的路 想要當老師 所以選擇了中正大學 而且在家長也有一些期望 想說我自己可以讀到一些更好的學校 然後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選擇了運技系 踩超過球 往後變波 吳啟明獨招考上中正大學 第一屆運動競技系 本以為在大學裡 可以獲得充沛的運動歷練 卻不是如此 雖然這邊沒有足球專長的老師 但是反而讓我學到 就是可以尋求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變成教學 變得比較有興趣 就轉換一些跑道 一方面是想說 在考取師資這一方面 因為從小就想當老師 其實很多家長跟老師 會覺得說 讀體育的學生 書比較讀不好 那我想要在這個方面 就是讓大家說 其實讀體育的學生 也可以讀比較高成就的學位 這個學生 他這個足球專長進來 對足球非常的熱愛 他也試著尋找一些資源 因為他是第一屆 學校在足球這個部分的發展 是從零開始 所以他還非常積極 其實沒有足球專長的老師指導 吳晴明靠著自己的天賦和毅力 不斷的努力學習 現在除了是中正運休所的學生 也已經是許多所學校的足球教練 更帶領學生屢獲家機 其中以南京國小成績最為亮眼 當初我們也是透過另一個教練 然後他的推薦 那知道說他在教學上 或是在足球的這方面呢 也有很不錯的一個教導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聘請他來到我們學校 來教我們的小朋友 就會教我們基本動作 基本動作做完之後 他就會教一些假動作 然後做不好的話他會去 特別的去教你 然後讓你把它學到會 那當然我覺得 當一個教練 最重要就是用心 那啟明教練這一點做得非常好 他不但用心而且還很投入 因為其實我們小學校練習的時間 真的有限 說真的資金也有限 還好啟明教練有來我們學校 那他常常我們給他的終點 跟他付出的是不成正比 他付出的遠高於我們給他的 吳啟明笑稱自己是小小檢球員 卻仍不忘初中 希望將自己的所學 毫不保留地交給學生 希望他們將來在體育界有一番成就 中間一報記者陳柔優李志昂嘉義報導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